你们好,我是小黑鱼 今天在小西桥底山处 发现两只扇螃蟹 这一次是那个黄老鱼 看,你看这种扇螃蟹小 口臭不来的 但是吃起来也特别美味 这种扇螃蟹 这种扇螃蟹还是一种药材来的 这种扇螃蟹 看,这只扇螃蟹是一只公的扇螃蟹 哇,兄弟们 才把这儿在那边好像抓到一只小小鱼 于是我临机一动 回去把今天外公 自占感觉的铁骨挖出来 我们在小西桥底山处 制作一个陷阱 然后利用一些黄粒包 围着这铁锅陷阱 试着全部扑上 把铁锅弄进去 一个铁锅陷阱就制作完成 然后去小西的周围 捡两根蛛丝 拿来当作自身点 把刚刚那条黄老鱼拿了过来 当作死无诱饵 把他放在中间 把明天再来看收获 你们好,我是小黑 把前几天在百年古井抓到了大乌龟 还有蒋鱼 往到市场去卖 卖了差不多半个小时 遇到了一位非常好的大姐 她说要是这只大乌龟 本来到时候不连吃 总共卖给她680块钱 特别的开心 然后把这只蒋鱼 卖给了另外一位大姐 卖了160块钱 卖完了大乌龟 还有蒋鱼 去看昨天制作的铁锅现金 看收获怎么样 一过来就发现好多的蒋螃蟹 还有两只小鸟鱼来的 特别开心 看 特别大 这蒋螃蟹 看兄弟们 这就是全部的收获 两只花瓣小鸟鱼 还有特别多的蒋螃蟹 这头也特别大 收获了螃蟹相紧 然后回去的时候 好像外公在这里调肥料 去浇菜 然后帮外公挑过去 然后把菜人的菜也给浇了 外公说 浇的每一瓢不能多 不能少 要刚刚合适才行 这样子 菜才会长得越来越好 你们好 我是小黑 今天如果上次制作坦克 迷宫现金的地方 看 这收获了一只三规 是一只黄金的财龟 特别漂亮 看 这还有两只三马蟹来的 也特别漂亮 也特别美味吃起来 在这死缝里面 还发现了一只小鸟鱼 好像是这只花斑角 在这铁杆上面 看 一直在清水 也不知道这里面 到底是什么 于是我带了个竹筒过来 测试一下 如果说会流水的话 里面肯定是用过来的 哇 湖湾流水了 这里面肯定是有倒过来的 也不知道这里面 究竟是什么 现在咱们把这鸟筒刮开 看 这里面究竟是什么 看 这水越飞越大了 把这些鸟筒全都刮开 看这里面究竟是什么来的 哇 就是什么 这好像是 鱼鱼来的 哇 还是两条鱼鱼 是两条情侣鱼鱼 也不知道有多到 咱们快速的把这些鸟筒刮开 咱们正在直播 点镜头像 看我直播 把这次鱼抓出来 看有多到 在旁边还有特别的洞口 咱们正在直播中 快 这次鱼鱼鱼鱼鱼鱼鱼